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29日 李斯特成功后罗马 周五凌晨,欧洲协会联赛准决赛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李斯特成主场迎来和罗马的首回合交锋 双方本赛季处境相似 他们都是在各自联赛中无缘夺冠 并且欧协联是两队当下最有可能捧杯的赛事 因而彼此都将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全力争胜 但鉴于两队近期表现都未如理想 也许是为了此番而流利备战 可见双方都颇为重视本场比赛的对决 不会轻易言败的两队是一难分胜负 李斯特成目前在英超已批完32轮联赛 斩获11胜9和12负的他们赞击42分排在联赛第十位 由于联赛已经来到收官阶段 就目前狐狸的处境 球队保祖无忧 但夺冠翼无望 因而本次欧协联 将是他们本赛季收获一座冠军奖杯的大好机会 虽然李斯特成近期战绩难言理想 此前三轮联赛遭遇二合一赴的不胜境地 但很明显 狐狸如今早已是最翁之一不在酒 毕竟罗马并非泛泛之辈 流利备战亦可以理解 相比后者 李斯特成纸面实力上更胜一筹 球队整体身价达到5.14亿欧元 接近罗马总身价的1.4倍 队内作用占美 华迪 战士 麦迪逊和尤里 泰利文斯等实力不俗的球员 他们是球队进攻端的倚仗 上轮欧协联面对PSV燕豪芬 在落后的情况下 凭借战士 麦迪逊的破门为球队吹起反击的号角 最终通过列卡杜 彭丽拿的入球逆转取胜 准决赛资格来之不易 李斯特成此番必将全力以赴 阵容方面 后卫为费特 尼迪迪和赖恩 贝查特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摩连努本赛季执教罗马尚未拿到任何冠军 当下一甲冠军之争属于米兰双雄的博弈 身居第五的罗马已经没有了夺冠希望 如今的欧协连将是球队燃指奖杯的一次机会 值得留意的是 若罗马成功捧杯 浙江市足坛守卫同时拿过欧冠联 欧洲联赛以及欧协连三项赛事冠军的主帅 为此磨连努力应会不遗余力地用出自己毕生所学 另外 由于本赛季一甲球队在欧战发挥不佳 如今环身兼欧战赛程的球队仅剩罗马一支 作为一甲独苗 他们当然会全力争胜 相比狐狸 几队有着得天独厚的欧战经验 要知道里斯特城市队时首次进入欧 战准决赛 而罗马最近五个赛季三度闯入这个阶段 分别是2017-18的欧关联 2020-21的欧洲联赛 以及本届欧协联 而且曾在英超联赛有过执教经验的摩连奴 无疑对狐狸也是有所了解 在前者的执教生涯里曾11次率队 对于里斯特城交手 拿下了其中八场胜仗 胜率超过七成 但鉴于罗马近期在各项赛事里的 作客表现都不理想 因而他们此行 还是应以力争全身而退为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